氫的原子量是1 氦的原子量是4x12x14 好 都被你講了 好 那他講喔 每一個氦原子的重量大概是這麼壯 6.6才使得負荷的4 那麼再來他說 今天有個儲物值 每一個分子的質量是他 請問你 最有可能是下面有一個 這個有點難度 但其實不難 這聽我講就覺得超級難的 好 公式把錢拿到旁邊的話 公式 重量 除以分子量 會等於分子數 除以6x10的23次方 你這個先寫上去 你就發現你答案就可以算出來 好 你告訴我 今天有儲物值 質量是5x10的423 你覺得應該擺哪裡 5x10的423 今天講的質量 應該擺在重量這個位置對不對 所以應該寫上去是 5x10的423 除以分子量就是不知道 寫x 等於 來 分子數多少分子數 有幾個 就一個 你會講每一個 我跟你講 很多同學啊 看這個題目啊 他都說 老師 就是他 就是他 這個明明是什麼 重量 它不是分子數 可是為什麼你會忍不住 把寫分子數的原因 是因為後面有一個 有寫的科學記號 那你已經習慣 心裡就覺得 只要是課的記號 就是講分子數 沒有 不是 聽懂嗎 所以事實上這個分子數 其實就一個不一樣 沒有講一個分子 所以這寫是1 然後下面的造型 就是6乘以10的23次大 那下面怎麼辦 交叉相差 所以單短 x乘以1就是x 來 10的負23跟10的23高速消掉 所以6乘以5 30 所以答案我就知道 噢 原來他的分子量是30 那重點是 你要去找下面這四個答案裡面 有誰是30 好 所以請問你 A 的分子量是多少 A 的分子量 碳不是12嗎 12乘以2 24 24加7是1 加6 所以難道30 就選他 所以他選的是A 這樣會來齁 聽懂嗎 好 OK 好 你 請問你 的 汽車